俄罗斯最近确认了普京访华的时间 现在看中俄双方的行动 引起了日方的极度关注 据说日本和中方明确表示 愿意重新举行中日韩首脑会晤 目前看高层的中日韩会谈 现在只差韩国 那就说日本确实已经意识到了 中俄现在形成进一步的联合关系 让日本现在非常被动 约翰内斯堡南非举行的 第13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上 重新担任外交部长的王毅 与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和会面 双方达成了反罢共识 随后俄罗斯官员就透露说 俄总统普京将于10月份访问中国 王毅会议上明确表示 中方愿意俄方进一步加强战略交通 增强战略互信 深化一带一路倡议 还有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增进双边协调合作 王毅就强调说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中俄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化考验 变得更坚韧 更加充满活力 帕特鲁舍夫做了回应 非常积极 他说中俄践行多边主义 抵制假借多边主义 维护少数国家利益的霸卷行径 反对对地区局势 加剧紧张的冷战思维 中方抛反霸论述之后 俄罗斯紧接着也是反霸权 说明什么 说明中方和俄方已经意识到了 中美之间现在是结构性竞争了 不光是中国 俄罗斯也意识到了 即便是近期美国高级官员陆续访华案 中方也不会轻易改变对国际社会的秩序的主张 看起来就是中俄都已经明确 绝不会向美国妥协 美国虽然对中国的战术进行调整 但总体上对华战略仍然是遏制打压 中美在世界上都是大国 中方会与美方保持一定程度的互动 但不代表认可美西方所制定的国际秩序 而希望能够发展中国俄罗斯等等这些发展国家 他们的自己的这种符合他们发展利益的这种关系 中国高级官员联合发表反霸权声明之后 俄罗斯总统外交政策顾问叫沙科夫 他就说普京已经受到中方邀请 计划在今年10月访华 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断 在今年3月份中方高层访华罗斯当面对普京发出邀请 中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 也不受第三方影响 现在看中俄舰队在日本海的联合演习 而且演练就是击沉敌舰 虽然中俄不针对第三方 但是在日本海明确就是针对日韩 尤其是美国 美国明确要求日本韩国必须对抗中国 美国自己要求日本韩国对抗中国 他在干什么 他在纷纷的访华 与中国要求合作 这个让日本韩国感到 我觉得感到一种 不是尴尬了 感到一种屈辱 尤其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也表态计划在进行访华 就这种情况下日本韩国对华态度 现在日本发生怂了 就明显日本意识到自己是那个 咱们说是那个枪 当枪是吗 是那把枪 目前日本外相林芳正新发会证表示 在东盟外长会期间 他与中方达成共识 同意恢复三国高层会谈 这就是日本怂了 林芳正已经说 中日韩三国地区繁荣 负有重要责任 三国领导人在一起讨论合作议题 很有意义 他就认为 虽然中日之间存在一些分歧 在日本排放污水等似的闹得不愉快了 但中方仍然期望能够举行中日韩峰会 现在尴尬的是谁 是韩国 据说日本将中方的意向已经转达给韩国了 但是韩国到现在没有回应 为什么 因为韩国人跳得最欢 想想之前给中国人挂牌子 有种种原因 中日韩峰会停办了四年 日本韩国配合美国遏制中国 是在经济科技围堵中国 中方已经多次警告日本韩国 不要盲目的跟美国 现实非常打脸 现在连俄罗斯都已经 他已经是在俄欧战争都已经行动的情况下 居然还派图160长驻 包括派军舰跟日本在进行演习 在模拟攻击日本 说白了 已经是伤害到了俄罗斯的核心力 所以俄罗斯准备动手 让他看 如果日本聪明的话 他就要紧抱中国大腿 现在看能够与俄罗斯谈上话的 不就是中国吗 美国是根本就谈不上话 美国人现在 其实核心目的 就是让日本人去挑衅中俄 这一定会伤及本国利益的 但是日本韩国现在不知反响 在半导体出货方面 包括插手台问题 韩国现在是 我觉得现在是没办法回头的 尤其是尹徐悦 现在看中方应该是 我觉得已经是像韩国人 对吧 已经是明确抛出甘热枝 现在韩国人就尴尬 他到底接还是不接 目前看韩国人 即将面临一个最尴尬的问题 尹徐悦到底能不能和习近平见面 林芳正现在已经转达了 中方的意见 目前看 由于韩国方面之前做的有点极端 非常极端应该说 造成现在非常尴尬 美国人突然一转向 把韩国人甩出去 韩国现在根本就没有 与中国要谈的想法 我现在能确认你 原因在哪 原因在隐屈政府 如果不打中国牌 如果不让中国成为 咱们说那个恶人 大家想想 他国内的崩盘 经济即将被收割 这所有的责任 他往谁身上推呢 现在突然中国和韩国 和日本要握手了 那之前做的一切 包括未来 美国收割 那这个锅 他想往中国身上甩 他可能吗 不可能了 所以他现在非常尴尬 咱们一定要明白 韩国现在这个隐屈 就是想往中国身上甩锅 把他未来的经济崩溃 往中国身上赖 韩民族其实 你看弱小 他原因就在这 弱小 跟台独一样 他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他一定在外面找原因 那你说他能改错吗 他不能改 能强大 不能强大 这里边呢 咱们要再提一下王毅 王毅现在是 突然间再次任职外交部长 你可以想想 这一系列变化 是不是就是王毅 咱们说这个 普京访华呀 包括中韩 这个高层的会谈呢 这都是压在他身上了 目前看呢 秦刚是 在外交部长的位置上 干了七个月 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 任职时间最短外交部长 那 王毅重任外交部长 应该是与现在复杂的国际形势 肯定是直接关系的 也就是说 秦刚 有可能他 没办法处理 处理这种复杂的关系 咱们讲 美国人突然掉头 连韩国人都已经被甩出去了 那你想想这个复杂程度 也就在咱们频道给他介绍 中国为什么不能接电话 等等这些问题 但是 以秦刚他 等等吧 这些年轻的这些外交官 他们能做到这点吗 能做到协调吗 他不能 目前看呢 美国为首的美国西方 对中国进行围剿 周边国家也是纯准一动 一些原来的友好邻邦 相继反水 特别是俄乌战争 太野战争 半岛局势不稳定 越来越多 有可能触发三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万分紧急的情况下 尤其是俄乌都已经使用急速炸弹了 战争已经是 已经是展开了一种 没有尽头的 或者没有上限的这种苗头 所以美国现在把核武器 部署在韩国 台湾2024号大选 如果这个时候 王毅接任外交部长 稳定局势 我觉得这是中央的一个慎重决定 原因就是 现在还有一个关键时间点 就是美国的收割 美国的收割 就是它这个加息 在今年年底 可能世界会有巨大动荡 今年年底 明年 推迟也就推迟到明年 你明年上半年 就会有世界的巨大动荡 那这个时刻 咱们中国的外交 是不是必须要有一个 稳定的 稳定的这么一个外交观 来维持这种关系 原因在哪 原因在 这个太复杂 随时可能 大家脑袋没跟上 就可能被甩出去 王毅出生于53年 北京人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当八年知青 在黑龙江 由于聪明 林敏 机灵 口台 颇家 在黑龙江出了名的 王秀才 他是黑龙江出了名的 王秀才 全兵团 名声第一的宣传杠部 78年参加高考入学 第二外国语学院 那82年大学毕业后 由于成绩突出 分配到外国 大家不知道 北京在黑龙江 有一块农场 那块地是北京 北京的 他估计就在那农场 大批的北京之星 其实到黑龙江 很多北京之星参加过 咱们说 对苏的自卫反击 有很多 珍宝岛 有很多北京之星 都在参与过 后勤等 那进入 王毅进入亚洲司工作 2001年 王毅出任外交部副部长 19年时间 经历每个职位 都创下外交部职位 最年轻记录 那现在看王毅 现任外交部长的 第一时间 美国前国务卿 极力打压中国发展的人士 都评价 王毅是外交生涯中 遇到最难对付外交官 而且都承认 非常有本事 作为外交部长 王毅能受到 他们的认可 这就是一种认可 我觉得这也就代表 复杂局势 确实中国需要 王毅继续坚守 尤其是现在美国要收割 咱们注意 这个收割 可能是美国华尔街 有史以来 最最最疯狂的 那现在看 不管俄罗斯也好 中国也好 韩国也好 日本也好 日本怂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之前的牌有效 琉球牌 包括在日本海的军演 包括俄罗斯图160到 何龙江 一切行为 其实都说明 现在 这个就是百年 为我大院局的 最核心的一个 一个爆发的 节点的 前期 就是今年下半年 四季度 美国收割开始 咱们看 美国要收割的是 日本韩国 就看日本韩国 怎么面对美国收割 日本人现在 有可能要赶紧跳船 跳离美国 美元这条船 坚持美国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